Hello大家,今天开始呢我们会着重的去讨论一些关于DFS这个深度优先搜索的这种提醒 那么其实DFS呢也是一个在面试过程中比较容易被考察到的一个点 因为它怎么说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练习然后去巩固这一个过程 主要是脑子里要有这么一个意识就是在每一层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么首先呢我们会要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概念一个条件反射 就是提到DFS我们就会想到DFS它这个考点一个有哪几个呢 当然手刀其冲就是它考肯定是recursion是一个地规的一个思路 那么另外呢排列和组合这两种大类应该说是占了90%或者更多的这个DFS的提醒 那么其次呢我们还要注意到就是graph呢也会用到这个DFS的思想 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数呢也是一种特殊的graph 好那另外呢就是做DFS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极端特殊的情况 会考察到就是用这个non-recursory的这种思路去解题 但是这个呢我们可能之后还会再进行讨论 但是我们重点呢先把它放在这个地规的思路 以及用它来实现一些composition也就是组合或者是permutation 也就是那个排列的这么一个这么两种提醒 那么好 另外呢其实DFS呢它这个这个思路呢会有一个提醒的特征 就是说如果题目让你找到或者让你返回是所有的具体的方案 那么我们会大概率去想到这道题能不能够用DFS来实现 但是如果说题目只是问你一共有多少种这个方案的话 我们可能可以试一下用这个动规就是Dynamic Programming来实现这样题目 好那这些呢就是我们在之后做到这个动规题目的时候 还会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 那么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这道median难度的题目 它是Licode的题号78题 然后它是subsets也就是说子集 好看一下哪些公司比较喜欢考到这道题目 我们看到其实这边有有两排多一个的这个公司都考到了 像FB Amazon Google 然后Lickey没有 然后还有一些最近刚刚上市的这个独角兽公司 那么它也说到了这个相关的topic就是array 然后backchecking 然后还有这bit 那么这个backchecking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和这个DFS 它这个本质是一致 本质上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在做DFS的时候 我们会从第一层一层 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下走 走到最后一层了之后 我们会要自动的去返回 就是回溯到上一层 这个回溯的过程也就是一个backchecking的过程 所以呢 backchecking呢 我们也 somehow也可以把它认为是跟这个DFS 就是同一种思路 好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要求是什么样的吧 它说给定一个 a set of distinct integers 也就是说这个set里面的integer每每每都是不相同的 然后呢 让我们就是去返回所有可能的子集 注意哦 这个是它说 return all possible subsets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如果说我们要寻找的是所有具体可能的方案 那我们就会想到这道题 能不能有DFS 好看一下 它这边有个note 它说这个solution set呢 不能够有这个重复的这个子集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去重复取 好 那么具体的example就是它给到一个set array是123 然后呢output是有123 然后123132312以及空极 也就是说它把这个1233的数的所有子集的情况都求出来了 那我们会抓住说就是因为这道题我们要用DFS去做 所以DFS很容易想到就是用一个DFS的help function去做它这个recursion的过程 所以呢我们主函数这边呢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首先我们主函数这边要先设立一个我们return的result 好它是一个integer 然后我就叫它result 然后就等于一个new array list 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返回的这个部分 那么因为这个条件它说需要是一个没有duplicate的子集 然后我们呢这边先把这个array做一个sult吧 但其实这边做不做sult呢问题不大 就是说如果它要求返回的这个子集是有一定顺序的 那我们就需要把小数放在前面 然后把大一点的数放在后面这样子来处理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根据题目要求来看 如果题目是这样要求的我们可以sult一下 因为它整个array sort的时间复杂度呢 是远低于我们这个dfs这个过程的时间复杂度 所以是不影响我们最后的这个time complexity的 好那么刚刚说到了我要用一个dfs的help function 然后最后呢我会return这个array 好那就最重要的就是这个help function要怎么写 首先我们知道就是最后return的是一个array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把这个return type设成anything else 这只是一个void就可以了 然后它叫dfs 那么我们要注意就是地规有三要素 首先一个是地规的定义 地规的定义也就是我现在在实现的这个help function 那它具体是什么呢 它这个参数就是指我们有什么可以放进去的 那么它这个我们要什么呢 就是指的这个return type 因为刚刚讲到了我们直接把这个result放到这个参数里面去 然后并且最后是return这个result 所以我们就不用返回任何东西了 好那我们具体看一下这边能放进去什么 首先肯定要放进去它本身的这个array对吧 然后呢另外要放进去的就是这个list 然后呢还有什么需要放进去呢 因为我们需要把每一个子集求出来都要放到这个result里面 所以我们肯定对每一个子集也要设一个list 这个呢就是我们我叫它temporary list 就是我抽出来的每一个subset 或者我也可以叫它subset 这样也好理解 然后呢另外有一点就是蛮重要的点是 我怎么样可以保证它是没有duplicate 然后并且取到了每一个数 所以这就讲到了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parameter的位置控在这边 然后看一下一会儿怎么去补充 刚刚讲到了地规的三要素 第一个是定义 那么我们定义呢还差以最后的一个参数 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地规的拆解 就是怎么样去把我当前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呀 把它拆解成我可以实现的这个code 那么我们知道是因为对于每一个element 以及每一种不同的长度 0,1,2,3 我们都需要把它的子集放到最后的结果里面去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每次做这个地规的时候 我都要把这个subset放进去 放到result里面去 但是要注意这边 这边我这十二行这样写是有问题的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deep copy的问题 如果说我只是把这subset放进去呢 我其实放的不是subset本身 也就是说我可能就是传了一个123的所在的这个地址 那这个地址呢 其实最后呢可能是会有问题的 具体有什么问题 我这边先卖一个关子 然后我们可以明天在讲下一道题的时候 我再回来告诉大家答案 好 那我们这边怎么样去保证一定能取到这个升拷贝呢 我把这里 重新再new一个relist 然后把subset放进去 好 那地址的拆解之后呢 我们每次都会把这个subset加到这个result里面去 但是怎么样得到每一次的这个subset呢 我们需要去像树一样的把整一个array去展开 具体怎么展开 我们画个图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好 首先呢我们最一开始它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 对吧 什么都没有的这么一个结果 也就是所谓的空极 那我们看到把这个放到中间一点点 好的 然后我们看到说 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一个个看吧 第一个数是1 那么我们这边有两种方案 就是要么我取1 要么我不取1 对吧 是不是一共两种选择 好 那再下一层呢 对于1来说啊 再下层应该是2了 那对于2来说呢 因为这个这一层 1的下一层它肯定是有1的 但是有两种情况 我又没有2 那我可以有2或者我没有2 同样的 到这边 我也是取2 或者不取2 好 那这样子呢 到了再下一层 就是关于3的这一层了 关于3的这一层呢 我可以取3 或者呢 我不取3 这就是1 2 这边也是一样的 取3 或者不取3 好 那到了这边呢 我是取3 或者不取3 以及取3 或者不取3 这个数一定要对齐 这样大家就能看清楚了 到底是这么一个关系 好 所以最后呢 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它的结果就是 有一个空极 有3 然后 有2 有1 然后有1213 23 以及123 就是它最后的这一层啊 是它所有的这个子肌的集合 那么我刚刚模拟的这个每一层去 呃 做这个 去判断取这个当前这个element 或者不取当前这个element 两种情况的时候呢 我其实就是 在具体实现一个 DFS 这么一个过程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 一层一层往下面 往生了走 然后 比如说它这边 先到1 1 然后1再判断取2的时候 以及 在下一层取3的时候 然后到了最后一层呢 它这边取完了 没有 接下来没有element 就可以取了 然后我这一层就会返回到 这个子肌 12的这一层 也就是一个 backchecking的过程 然后12之后呢 我又会 呃 再判断说 没有取3的这个情况 然后再到这边 然后这边呢 再返回 然后这个时候 我发现 12这个子肌啊 它已经没有 可以再往下走的 已经走到头了 然后 走到头了 好了 它就返回到 它的上一层 1 头里 1也会往 它右边这个 分支去走 然后走到头之后 一层一层的 往上返回 往上backchecking 好 那我们既然已经发现了这个规律了 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123也就是array里面的按顺序渠道的这三个element 那我们来试一下怎么把它实现成code吧 哦 不好意思 我想把它comment掉 好的 然后这样子呢 我们就用一个for loop吧 注意这个for loop 我们应该从哪个位置开始for loop 当然我们会发现 其实肯定是不能从0开始for loop 因为这样子的话 每次都是从1开始 这肯定是不对的 有背这个题目的意思了 所以呢 我们也就是回答了 这边可能还需要一个参数 就是一个index的参数 这样子呢 就可以保证我们每次 从这index的这个位置往后面去for loop 好 for loop 之后呢 它一定保证 它这个长度是什么样的 是小于这个array的长度的 具体for loop之后 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呢 要把当前的这个 这个element要加到这个sets里面去 然后呢 我们再去recursion一下这个部分 result都是一样的subset 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index这个地方要注意 因为我们需要就是没有duplicate的 所以呢 我们index必须要加1 也就是每次在做index 需要往后面挪一位 以防止取到当前和当前这个element相同的element 也就是说当前的element不能重复取 好 取完之后呢 我们subset要做个什么事情呢 remove一下 好 这样子呢 就是一个加进去 然后 这就是一个 诶 我取它 然后我做一个地归 然后呢 我再回来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呢 这就是一个回溯的过程 回溯 好 之后呢 注意地归三要素 还有最后一条就是什么呢 地归的结束 地归的结束 注意这边呢 这个情况有点特殊 就是我这边直接就 不用return任何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情况是 需要去把所有的这种 自己都要去求出来 然后呢 一旦求出来之后呢 它自己就会返回 然后也会加到这个result里面去 所以呢 我们这个就可以是一个void 那也不影响最后的结果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大概的把这个地归的部分 完成了 然后我们需要在主持函数里面把这个空填好 注意subset我们开始是没有去初实化的 我们这边需要传进去一个 然后index呢就从0开始 看一下跑不跑得过 这样看起来就是有问题了 发现没有就是每次我们这个空的 然后1212313133222这个情况呢 为什么会出现就是还是会取到就是同样的这个数字呢 因为我们这边啊 因为我们这边啊注意这边我写的是index对吧 然后呢我们其实要动的是什么 要动的是i 因为index每次传进去之后呢 我保证就是i我要取到下一个才能使得这个是没有重复的元素的 好我们把这个i改一下 好这样子呢 看一下 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顺序会有点不一样 我们不知道这道题 哎这道题就过了 看来他是对这个顺 子集的顺序是没有做一个特别的要求的 好那 其实这个题目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入门题 就是大家可以用来练练手怎么样去实现一个DFS 然后实现一个recursion 其实呢最关键的就是两点 一个是掌握这个地规的三要素 它的定义是什么 你要放进去的参数 以及你要返回的return的部分是什么 放进去的参数呢 就是我现在知道什么 我就放什么进去 然后return的部分呢 就是我想要什么 然后我就我就return什么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我已经传进去了这个result 这个list list of list 所以呢我这边就void就好了 然后 第规三要素第二点是一个拆解的过程 就是我怎么样去把这个题目的意思拆解成这个code的几部分 就包括我把这个每次每次得到的字集都放到结果里面去 以及我用一个for loop去完成一个加进去地规再回溯的这么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地规的结束条件 那结束条件呢因为这道题我是一个void的 所以就我不用返回任何东西 然后呢我这个结束条件呢 也就是走完所有的这个element就可以了 把这个ret走到头 然后第二点比较重要的呢就是 整一个这个dfs的过程 每一步呢其实我要判断的事情都是说我当前这一步 我走到了哪一个element 比如说第一步走到第一层走到了这个1 那么走到1了之后呢 我判断的事情就是我取1或者我不取1 这就是一个 subset加进去当前这个element 然后我再进行一个dfs去到下一层 然后呢去到下一层之后呢 我当我这个这个index呢就变成了什么 就变成了1的后面的一个数也就是2 那么到了2这呢我再去判断取不取2 取2或者不取2 然后呢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下走 走到头走到123这个位置呢 我发现我要返回了 我返回的时候呢 我就把最后的这个3这个元素去拿掉 那我就回到了12对吧 那12之后呢把2这个元素拿掉 我就回到了它上一层1 所以这样子呢就完成了一个 d归的这么一个往下走再往回溯的一个过程 然后第二题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然后不要忘了我这边留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这边要做一个深拷贝 那么深拷贝跟前拷贝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明天揭晓答案吧 那今天就先这样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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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